第461章 黑沙漠 不久后 从小山的另一侧 慢慢走上来了一位南修 此人四十来岁的样子 面色焦黄 竟是在大殿中对 吉英祖师未知如虎的那位南修 这时 他头戴一顶造型奇特的碧绿色斗笠 手捧一只白色的玉碗 在如此酷热的地方身上 还引有寒气散出 可见 这两样东西都非比寻常 这人一登上了山顶 就面带警惕之色的四处打亮的不停 仿佛在寻觅着什么 见四周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后 脸上的景慎之色更浓了三分 他前不久远远地向小山上瞅了一眼时 好像隐约地看见一个人影 在这小山上晃动了一下 现在到了此处 那人竟然踪迹全无 这自然让这位南修警惕异常 冷然地再看了一遍附近后 他二话不说地 将两根手指一下插进了玉碗之中 随即猛然一拔 一道白光随着他动作从碗中飞出 化为一道圆弧在他头顶盘旋了起来 吉 黄脸男子单手一掐法绝 口中轻声地吐到 砰的一声轻响 白光在一阵颤抖后 竟爆裂了开来 如同天女散花般 化为了点点星光 将方圆树十丈的范围 全拢照在了旗内 白光所落之处 在红色的地面上 凝结出了一层层的寒霜 可是四周仍然一丝异常都没有出现 男子见此 脸上闪过一丝疑惑之色 他低头想了想后 心里有点不以为意 以为先前可能看花了眼 就将此事暂放着了脑后 神色凝重地望向了黑沙漠 这个地方 还真够邪门的 男子一边望着诡异的黑沙漠 一边低声地喃喃道 同样有些愁愁的意思 不过 他只考虑了片刻时间 就袖袍一甩 一道红光飞射而出 落到了地上 光滑一脸后 一只火红色的狐狸式的小兽 出现在了原地 男子手指一弹 一颗绿色的药丸飞出 小兽一张口 就将药丸吞了进去 脸上露出了享受的样子 去 黄脸修饰不客气地 往黑色沙漠方向一指 冲小兽吩咐道 小兽当即四肢一用力 转身化为一道红光 往山下急奔而去 速度竟然奇快无比 一会儿的功夫后 这酷似狐狸的小兽 就伸入了黑色沙漠数十丈 并带着一条黄龙 多了一个大圈子 还安然无恙 什么异状都没有发生 仿佛这黑色沙漠除了颜色外 其他的都和普通沙漠一般无二 黄脸男子一脸的惊恶之色 显然这个结果也大出乎了预料 他本做好了 让这只红黎兽被灭的准备 毕竟 此兽只是普通的一级灵兽 除了动作敏捷 嗅觉超长外 并没有什么厉害的能力 就是挂掉了 他也一点不会心痛 他紧皱双眉 死死盯着小兽在沙漠中 来回飞奔了好几圈后 才一声口哨 将红黎兽换回 让其奔回了小山 再次飞进了袍袖中 接着 男子神情不定地望着黑沙漠 漠然了起来 但这次 他只迟疑了一小会儿 还是双足一动地下了小山 向黑沙漠小心地走了过去 他不知道的是 在其刚刚走下小山一会儿 韩丽的身形 在一阵空气波动后 又出现在了山顶 刚才黄脸男子 虽然大范围的施法搜索了一下 但韩丽以无名功法的脸稀数 外加上施展了螺烟布 很轻松地就躲过了对方的攻击 让其一点迹象都没有发现 而韩丽很有自信 对方即使是结单中期的修士 但只要靠近对方后 九柄青竹风云剑突然一起寄出 绝对能将对方一击必杀 让对方神行俱灭 这让韩丽犹豫了好半天 不知是该立刻击杀对方 将那一看 就知价值不菲的两件宝物夺了过来 还是让对方先在前方探下路再说 当对方让那小兽在黑沙漠探寻了一圈 而丝毫结果没有后 韩丽就彻底放弃了出手的打算 未知的东西才是最危险的 还是让此人在前面替他开路再说吧 他可不信 这黑沙漠一点危险没有 并且他拥有的白西配 韩兵珠已经足以让他屁火无碍了 并不急着需要对方的屁火宝物 黄脸男子对无声无息 出现在身后的韩丽丝毫 察觉没有 终于踏上了黑色沙力上 走进了妖艺的黑沙漠 一仗 两仗 男子的神色 随着越来越深入黑沙漠之中 越发地紧张起来 早已用那斗笠 放出了一层绿色护罩 将全身护得风雨不透 但当他走进了沙漠内数百丈 还是丝毫问题没有时 男子的脸色稍放松了一些 宽心了许多 暗场里说 已经深入了此区域这么深了 要是真有什么危险 也应该早出现了 韩丽在后面望着男子 渐渐变小的身影 面上露出了诧异的表情 难道他真的猜错了 这黑沙漠 只是看起来吓人 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问题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早出手解决了此人 夺得那两件宝物呢 韩丽心里有点后悔了 可就在这时 远处惊变突起 在黄脸修饰一高一低地 踏出一步后 忽然附近的黑色沙力 无故漂浮了起来 他们悬浮在半空中 将男子团团围住 散发着乌黑的幽光 无声无息 显得诡异无比 男子也是经验丰富之人 马上将手中的玉碗 往天上一记 大片的白光从碗中飞洒而出 在绿色护罩外 又多加了一层防护 而在这时 那些黑色沙力 瞬间化为了无数带翅的黑色小虫 铺天盖地地冲向了 满面骇荣的男子 男子一声怒吼 白光大胜后 无数面巴掌大小的冰盾 出现了四周 接着急速旋转起来 形成了一股白色的飓风 将它包裹在了其中 此刻他已经看清楚了 这些虫子的真面目 竟是一只只乌黑色的飞翼 只是他们的数量 未免也太惊人了 足有上万只之多 黄脸男子脑子急速转动 拼命回想 这些飞翼 到底什么种类的虫兽 并有什么弱点 但未等他想到之时 黑色的洪流 已经撞上了冰盾锁化的飓风上 噼噼啪啪之声 接二连三地响起 所有的飞翼都被反弹了出去 飞出了数丈远去 男子见此 不由地心里一松 脸上露出一丝喜色 可是片刻后 他的笑容就凝滞了 因为那些被弹飞的黑色飞翼 翻了几个跟头后 振振翅膀地又飞了过来 哪有丝毫受伤的模样 这让他惊慌了起来 随后不加思索的一抬手 一把灰色飞刀脱手而出 化为一道丈许长的惊鸿 狠狠地斩向了飞翼群 飞翼群刚一射出飓风 静万飞翼翁的一声响 一拥而上 仍凭灰光如何变化狂斩 那些飞翼竟毫发未伤 反而瞬间地爬满了飞刀 将其团团地困在了其中 黄脸男子大惊失色地 想要收回法宝 但是已经迟了 乙群中的灰光闪了几闪后 被黑色洪流淹没在了其中 一口鲜血脱口喷出 男子脸色煞白了起来 心神相连法宝的陨落 让他这位主人也元气大伤 他不敢再迟疑了 急忙催动着白色飓风 就往来的路上狂奔而去 只要出了黑色沙漠 他未必没有机会可以逃生 可这时 那些黑色飞椅 在吞噬完了飞刀残骸后 竟停在原地没有追他 而做了一个 让人张目结舌的举动 他们在刹那间聚在了一起 一阵黑色异光闪过后 化为一把长约树杖的乌黑长矛 在一声刺耳的尖笑声中 长矛如同床弩一般的破空射来 黄脸男子心里一阵的惊慌 急忙全身的灵力狂涌了出来 让四周的飓风又猛烈了三分 乌黑的长矛 一头扎进了白色飓风之内 喷扑之声响起 黑色长矛一闪即逝地 从飓风中洞穿而过 锋利的矛头 长长的毛杆 全是斑斑点点的鲜红血迹 第462章 铁火矣 飓风瞬间停了下来 露出了里面的黄脸男子 其身形呆滞地站在原地 冰盾和绿色护照荡然无存 胸膛的心脏处 更是多了一个拳头大小的透明孔洞 伤周围乌黑焦糊的一片 仿佛被什么灼烤过的一样 男子低头看了看胸部 用手情不自禁地摸了一把 一脸的惊讶之色 似乎还有些不相信的样子 但这时 那根乌黑的长毛拉一声 再次化为了黑压压的飓乙群 毫不客气地向男子狂涌而上 将其一下扑倒在地上 并瞬间布满了他全身 男子在地上只惨叫了数声后 就声响全无了 过了片刻后 飓乙群默然腾空飞起 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落了下来 重新变得和那些沙里一般无二了 而男子倒下的地方 空空无物 被乙群吞噬得一干二净 这一幕 自始至终被远远站在山顶的韩丽 看得一清二楚 心里震惊之余 韩丽的神色却有些古怪起来 铁火野 应该没错了 真没想到 在这里竟会见到这种灵虫 韩丽用低的 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 自言自语地说道 当这种飞翼刚一出现时 韩丽尚未认出 这些黑色飞虫的来历 但当他们不惧那黄脸修饰的 飞刀法宝攻击 并在最后凝成一把长毛时 他才认出了这些铁火以来 毕竟飞翼类的灵虫 在修仙界可不算少 它们的外形又几乎相差不多 不是专门修炼区虫术的修饰 大多数人都无法分辨它们的区别 但实际上 不同飞翼类灵虫的能力和可怕程度 实在是天壤之别 弱点的飞翼群 即使是炼气漆修饰 凭借普通法器 也可轻易地一扫而空 厉害些的飞翼 则结单漆修饰 见了也要眉头紧皱 褪壁三尺 而这种在骑虫榜 被列在37位的灵虫 就是最厉害的几种飞翼之一 除了传说中排在第九位的天津以外 大概就属这种铁火已最可怕了 因为这些种飞翼 不但刀枪不入 而且不具大部分的法术攻击 除了水属性和冰属性的中阶以上法术 和其他属性的个别法术 可以对它们造成杀伤外 它们几乎有和湿惊虫 同样变态的防御力 并且在抵挡法宝直接攻击方面 更胜湿惊虫异等 当然 它们没有湿惊虫吞噬灵力的变态本事 但相应的 也有喷吐黑色炎火 和可以群体组合 变形的可怕能力 有了这些能力的铁火已群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是一件可以随意 变换形状的火属性法宝 凭借它们可怕的攻击性 普通的防御法宝和防御法术 根本无法阻挡它们的权力一击 黄脸汉子惨死 并不算如何冤枉 铁火已虽然没有像湿惊虫一样 属于蚁绝技的灵虫类别 但是在修仙界 也是极寒有人见到的 而且 即使有人偶尔看到 也顶多是数百 千余只的蚁群而已 这是因为铁火已生活的环境 极为的苛刻 不但需要炙热的熔岩地带 而且 附近还要有大量的铜铁类矿石 才可生存 若是一离开这种环境 铁火已就会飞快地衰弱下去 没有多久 其特殊能力就会退化得干净 变得和普通飞翼差不了多少 若是仅仅这一点的话 想要驱使这种飞翼的修饰 还是大有人在的 制造类似的环境 或直接寻觅类似的环境 进行驯养育虫 相对铁火已的诱人能力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但是此类飞翼的一个致命限制 让打他们逐一的修士们 只能败幸而归 不论是野生的 还是后天驯养的铁火已 竟然根本不能认主 只要有人想用各种认主仪式 控制他们时 铁火已们就会一个个纷纷自爆起来 无一例外国 这让众修士们美梦落空 至于具体的原因 则就分说云云了 有的说 这是此种非以性格刚烈 不愿被人驱使的缘故 还有的则说 这和铁火已的体质有关等等 当然 有关铁火已的这些资料 不管是在天南地区 还是在乱星海 都含有人知 因为近千余年来 已经很少有人碰见了铁火已了 并且 蚁群的规模也越来越小 算得上一种近似绝技的灵虫了 此时含力望着黑沙漠 脑中 想着铁火已的资料 在原地有些呆呆的出神 看来铁火已就是黑色沙漠的天然陷阱了 虽然不知道 沙漠到底有多少像刚才那样的飞蚁群 但是从黄脸修士 才刚进沙漠数百丈 就碰上了一群来看 整个黑色沙漠的一群 绝对不会少的 说不定数万规模的超大一群 也可能存在的 想到这里 即使含力也觉得背后寒气直冒 他匆匆 将身上的几个储物袋 用神石扫了一遍 中阶的冰属性和水属性 符路到有十几张 应该可以对付两三群 像刚才规模的铁火已了 但用这些符路 就想横穿整个沙漠 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不过 当含力的目光 落在了装着弑金虫的几个灵兽袋上时 心中却不经移动 不知用弑金虫来对付铁火已 是否有奇效 毕竟弑金虫的排名 可是在铁火已之上的 而且数量众多 看这些铁火已的外壳颜色 也没有进化到传说中的黑金阶段 应该和他的弑金虫 同样处在半成熟的时期 如此一来 完全可以用弑金虫一识了 这个念头一在含力心里生出 就不可抑制地高涨了起来 他勉强按捺住心神 重新细思量了一会儿 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就决心用刚才的铁火已群来试一下 即使弑金虫对付不了他们的话 他还有那些中阶浮路 也可自保无碍地再退出沙漠来 于是含力脸上一冷后 人就从山顶急奔而下 直奔黑沙漠而去 一会儿的功夫后 含力就站在了沙漠的边缘处 停下了脚步 他望着地上黑色沙粒 眼睛却微眯了起来 忽然一弯腰 他从地上抓起一把黑沙粒 放到了眼皮 低下凝神细忘了起来 片刻后 含力冷哼了一声 忽然黄光一闪 无止使劲地一合 然后缓缓地松开 结果手掌中的沙粒 大部分扁平了起来 竟没有几颗被捏碎的 什么黑沙漠 原来是一些含黑铁的矿粒 含力嘴角暗含一丝自嘲之色 慢慢地自语道 不过 竟能将铁矿粒铺成 这般广大的沙漠状地形 当年的虚天殿主人 还真是了不得的大手笔 含力想了想后 又有些感慨起来 当他将手中的东西一扔 人在站起身子时 却眉头漠然一皱 接着往腰间的灵溪配上 轻轻一拍 白色光照出现在了身上 刚才因为躲避那黄脸修饰 他不得已将玉佩的 屁火功效关闭 全凭修为硬撑至今 如今才靠近这黑沙漠 那扑面而来的热浪 就让他短短时间内 就头晕脑胀起来 这让含力心里一惊 急忙重新动用了灵溪配 此时 可不是节省法力的时候 含力没有再迟疑 望着那铁火乙群的地方 小心地走了过去 在这黑沙漠走动 还真是一件难受至极的煎熬 脚下灼热无比的沙力 四周好似燃烧的空气 即使有灵溪配 和屁火宝衣的同时使用 仍然让含力有种要窒息的感觉 仿佛比他昨日 经过的一段熔岩小路 还要炙热三分 紧走了三十余丈的距离 含力就叹了一口气 伸手往储物袋中一摸 一颗温润的珠子 就出现在了手上 他没有犹豫地 往其内注入了一些灵力 白光一闪 一股寒气从珠内散发了出来 含力顿绝的四周良意大声 精神不由的一阵 当即加快了脚步 同时使用灵溪配和寒冰珠 这让他的法力消耗大涨了起来 必须尽快通过此沙漠才可 当含力举那铁火乙群之地 尚有五六十丈时 他就停住了脚步 仔细地瞅了那里一眼 半晌之后 含力轻摇了摇头 潜伏不动地铁火乙群 和附近的黑色沙力 极难分辨 即使他用神识探测了过去 仍不易辨明他们的存在 乙群身上的灵气波动 若有若无 仿佛天生就加持了 极高明的脸稀数一样 看来想用神识大开 远远避开乙群的方法 是行不通的 只能用试经虫一试了 第463章 巧遇 含力神色凝重的两手一挥 树枝灵兽带 从他身上腾空飞起 漂浮在半空中 然后他双手一掐发掘 带口同时大开 无数的试经虫群狂涌而出 化为了金银色的云霞 盘旋在了上空 灿烂异常 去 含力望了一眼 上面的金银色虫群 心里自信多了几分 往不远处一指 口中轻吐道 单凭数量上来讲 这试经虫 也不是刚才的铁火乙群能比的 于是 嗡的一声 光彩的云霞 迅速地飘向了前方 向地面铺天盖地地照落了下去 但是为等他们降落到地面上 黑色的虫云猛然腾空飞起 迎上了试经虫大军 在两股虫云接触的瞬间 在两者之间 一片黑芒骤然闪起 大片的幽暗火焰 从乙群中喷尸而出 毫不客气地将试经虫狂卷在了旗内 显然乙群也知道试经虫的可怕 抢先使用出了他们的驱火天赋 若是其他种类的虫子 被这诡异的火焰如此一烧烤 即使不全军覆灭 恐怕也损失惨重了 可试经虫们 在黑色火焰中若无其事 反而瞬间将这些黑火吞噬得干净 然后嗡鸣着冲了冲向了一群 两股不同颜色的洪流 狠狠撞击到了一起 接着交织撕咬到了一块 并发出了刺耳的尖鸣声 大批的虫尸 从天上接二连三地掉落了下来 其中黑色的占了大多数 而金银色的极其稀少 试经虫群在接触的瞬间 就大占了上风 片刻之后 就大有全歼对方之势 铁火仪也察觉到了不妙 剩下的残余 发出微弱的鸣声后 忽然聚集到了一起 化为了一根乌黑的箭矢 接着飞也式地 冲出试经虫群的拦截 就要逃之夭夭 可就在这时 一道耀眼的青色剑光 从天外惊鸿而来 一闪即逝地 斩在了剑杆之上 箭矢一阵的颤抖 速度一下大减了起来 这略一耽搁的时间 试经虫群蜂拥而上 一下将箭矢死死地 困在了其中 转眼间 黑色淹没在了 金银色的海洋之中 等虫群栩栩散开之时 箭矢早已消失得 无影无踪 这时 韩丽才缓缓地走了过来 她平静地看了看 地上的虫尸 摸了摸下巴 默然静撕了一会儿 死掉的试经虫不多 只有数百余只左右 这点损失 她还不放进眼内 看来试经虫 果然比铁火仪厉害那么一点 并且 试经虫的数量 在争斗中 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毕竟以十倍铁火仪的数量 他们自然大占了便宜 分析了片刻后 韩丽露出了轻松之色 看来凭着试经虫过黑沙漠 不成问题了 她又望了望满地的虫尸一眼 目中一光一闪后 口中一阵低笑声响起 金银色的虫云 呼吱一声 从天而降 如同秋风扫落夜一样 将地上的虫尸 吞噬得一干二净 然后乖乖地飞进了韩丽 再次寄出的灵兽袋中 韩丽将几个皮带一收 向黑沙漠的深处眺望了一下 人就毫不迟疑地走了过去 韩丽站在远处 面无表情地凝视着天空 身形一动不动 天上正演绎着 自韩丽进入沙漠以来 最大的虫群之战 多达十几万的试经虫和铁火椅 在前方不远处的低空处 交互拼命地撕咬着 虫尸如同雨点般地 从高空跌落下来 密密麻麻地在地上 铺上了薄薄的一层 实在让人触目惊心 韩丽眉雨间 一丝阴厉之色 不经意地闪过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日光景 它损失的试经虫数量 就高达了近万只 它几乎没走过一段距离 就必定碰见一群铁火椅 其数目从两三千 到万余只并不固定 而这次碰见的超大规模 铁火椅群 更是有五六万只左右的数量 估计此战过去后 它的试经虫 最起码又要伤亡七八千只的样子 难怪韩丽有点肉痛了 试经虫的再次孵化 可是一件耗时很久的事情 谁知道什么时候 虫群可以再得到补充 在过了一盏茶的时间后 黑色的蚁群终于败退了 除了残余的数千只突围远吨外 其他的飞蚁 都变成了试经虫腹中的美餐 被吞噬得一干二净 韩丽懒得多费 什么手脚 去追逃你的铁火椅 而是往头上的寒冰珠 喷了一口精气 让阴寒之气大胜一下 精神一阵地继续上路了 据他估计 现在应该走到了沙漠的中心地段 所以才会遇到如此庞大的飞蚁群 如今他要赶紧上路 否则光是支持两件屁火宝物的法力消耗 就是件吃力之极的事情 可这次 韩丽紧走了二三十里地 就面色一正 眯起了眼睛 往右侧的方向凝望了过去 片刻后 他面露出了一丝疑惑之色 忽然方向一改地 朝所望的某个沙丘走去 当韩丽站在沙丘之上时 眉头不经意地皱了一下 因为视线所及之处 竟又出现了一群铁火蚁 这群飞蚁数量不多 但也有惊万知的样子 他们正疯狂进攻着一个淡蓝色光团 光团摇摇欲坠 闪烁不定 还有人影在其中闪动 一副苦苦支撑的样子 韩丽冷冷地望着这一切 面上毫无表情 就在这时 铁火蚁化 忽畏了一把锋利的长剑 带着黑色的火焰 狠狠斩向了光团 在韩丽以为此人必死的情况下 却从光团中 飞射出一颗不起眼的碧绿色弹丸 此弹丸一击中黑剑 就扑斥一身化为了一朵 拳头大小的深绿色火花 汹汹燃烧起来 常见被此火包裹的部分 迅速溃散开来 近百只铁火蚁 纷纷从跌落下来 韩丽心里暗吃了一惊 那碧绿色弹丸是什么一宝 竟然如此厉害 连铁火蚁这种天生的火属性灵虫 都无法抵挡绿火的攻击 真有些不可思议 看来修仙剑内的奇珍宝物 真是数不胜数 它还是太孤陋寡闻了点 绿色火焰的出现 似乎更激怒了飞翼群 它们再度地散开 疯狂地冲击着光团 一步也不再退让 而对光团中的修饰来说 似乎那种弹丸也所剩不多 在击散了铁火蚁的变形后 竟迟迟没再射出第二枚了 仍苦苦硬撑着 不过它似乎也发现了 韩丽的存在 竟然在铁火蚁的攻击下 一点点像韩丽所在的 沙丘的挪移了过来 韩丽木然地看了几眼后 一转身 就要不理睬此人地继续上路了 它现在既没有图谋 对方宝物的意图 也没有浪费试金虫 相救陌生人的兴趣 在这诡异的沙漠中 它的试金虫价值 可比一般的宝物有用得多 它可不想白白地 再损失一部分 但谁知它刚走出了两步 光团中却传来了一声 有些熟悉的女子嘶哑声 韩道友 且慢走 我是袁瑶 麻烦道友出手相救 小女子一定事后中险 袁瑶的声音 充满了焦虑和惊慌之意 袁瑶 韩丽一听此话 身形呆滞了一下 迟一一下后 还是将身子缓缓转了回去 这个世界还真是小啊 在这么大的熔岩路上 竟能偏偏碰上这位 勉强算是相熟的女修 这真是让她无语了 既然对方算是半个熟人 韩丽倒也不会冷写到 真的见死不救的地步 况且 她前段时间思量过后 原本就有一偷偷找此女友似的 现在倒也正好一举两得了 忘了忘以黯然了许多的光团 她略意沉膺后 就往腰间的灵兽带上摸了过去 无数的士金虫蜂拥而出 当着圆腰的面 上演了一幕虫群大战的好戏 光团中的女修看得目瞪口呆 士金虫仅仅付出了千余之的代价 这群铁火乙群 就被轻易地全奸了 这让她惊骇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直到韩丽将士金虫不慌不忙地收回 她才清醒了过来 急忙撤出了护体的蓝色光团 圆腰脸色因为法力 消耗过事儿有些苍白 显得柔弱了几分 但看起来更加娇媚动人 原先的黑袍也早已脱去 换上了薄薄的紧身衣衫 露出了妙慢恶魔的身材 并且此时全身上下香汗淋淋 散发着阵阵的忧香 充满了致命的诱惑 韩丽一见不惊一呆 但随即神色就恢复了正常 多谢韩道友出手相救 圆腰实在感激不尽 圆腰冲韩丽笑盈盈地失了一礼后 娇声地说道 第464章 明魂珠只是举手之劳罢了 道友既然已脱离了危险 韩某就告辞了 韩丽忘了几眼此女 平静地说道 然后转身而走 没有丝毫停留单个之一 这个举动 让刚刚惊魂未定的 袁瑶花容失色 急忙顾不得矜持地脱口问道 韩兄这是何意 袁瑶还为仲谢道友的救命之恩呢 这艳美女子说此话时 一脸的娇弱之相 让人大声痛惜之感 可是韩丽根本没有回头 只是有一句冷冰冰的话语传来 仲谢就不必了 在下只能救人一时 可不会帮人一事的 袁姑娘好自为之吧 随着此声话落 韩丽自顾自地走出了十余丈远去 行动极为迅速 袁瑶一听此回复 苍白的脸庞更加惊慌了 以她现在的情况 别说后面再遇到什么铁火也 就是光抵抗炙热的高温 她都快有心无力了 自不可能放弃 韩丽这根救命稻草 于是 她又叫声叫了几声 可韩丽视若无睹地渐渐远去 眼看哀求 似乎对韩丽的铁石心肠 没有什么用 面线焦虑之色的她 只好说出了一句 韩丽预期中的话语 且慢 只要道友肯在后面的路上出手庇护 在下愿意以重宝相赠 绝不会让道友白白消耗法力的 她一咬银牙地说道 重宝 听了这话 韩丽的身形停了下来 仿佛有点犹豫了 在下还有几枚青火雷 愿意全部送与道友 此女见韩丽似乎有了点兴趣 不敢怠慢地又说道 就是刚才那种绿色弹丸 的确不太一般 韩丽须须回过身来 面带有一丝玩味之色 既然出手救下了此女 她自然没有真丢下对方不问的意思 更何况 她就对方的原因 还另有一些小心思在其内 刚才只是以退为进的手段而已 如今 此女主动开口相求 她的目的就已达到了 接下来 她就是狮子大开口 估计对方也只有捏着鼻子韧了 圆瑶这位大美女 显然也清楚这一点 但不管是先前韩丽的救命之恩 还是为了以后继续得到韩丽的庇护 她都没有其他的选择 只能脸带无奈地给韩丽继续解释道 青火雷是磨到青阳门的秘制火雷 每一枚炼制 不但要消耗大量珍稀材料 并且耗时极久 其威力足 可以和元阴七修饰的元阳之火 相较高下 我现在还剩有三枚 就都赠予道友吧 此女神色略定地说着 一只雪白的柔衣一身 狱掌中三粒晶莹温润的绿色弹丸 静静地躺在那里 这时 韩丽已不急不躁地重新走了回来 看了看那三粒弹丸 他就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 这青火雷的却算是一剑一宝 但是光凭此物 韩某不会为之冒险的 在此地多带了一个雷坠 在下的法力消耗 最起码要增加一倍 换作元道友会 这般犯险吗 韩丽的话里 引带一丝饥讽之意 听了这话 元阳玉容微变 脸上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后 竟忽然妩媚地笑了起来 韩兄到底有什么条件 尽管说就是了 小女子不想再多什么圈子了 莫非道友 还想让切身一身相许吗 说完此话的元阳腰枝一扭 高挺的苏兄微微挺起 显得饱满异常 明眸更是充满了异样的萌萌 变得风情万种起来 韩丽见到此女 这般秀色可参的样子 露出了点意外之色 但随后两眼一眯 上下打量那丰满的郊区不停 其肆无忌惮的目光 让这位美娇娘红韵满面 可一双 美目却越发的明亮罪人 仿佛直罪到人的心底最深处 以元姑娘的角色滋容 施展魅功 果然不同凡响 但是对在下没有什么用的 道友还是节省最后一点法力 用来保命更好一些 韩丽摸了摸下吧 眼中金光一闪后 从容地说道 哼 真是个不懂风情的粗鲁满汉 近一点不知道怜香惜玉 撕破了伪装的大美女 脸上的狐媚之色一扫而光 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 元姑娘可不能这么说 若是不在虚天殿这等危险之地 姑娘若是对在下勾引的话 韩某绝对不会拒绝的 但是现在嘛 嘿嘿 韩丽有些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你想得美 若不是在此地此时 拼你也想让本人头怀送抱 元姚信也元征 直瞪着韩丽恨恨地讲道 看来韩某还真是就错人了 既然这样 在下不想要圆道友以身相许 也不想要道友答谢什么救命之恩 在下就先告辞了 韩丽仿佛故意弃此女似的 一抱拳 做出了再要上路的意思 韩兄别生气 是小女子的不对 到底如何才肯住在下出此龙岩路 道友尽管说就是了 元姚绝对照办无误 难道道友就不能看在 百余年前就相识 并一同闯过鬼屋的情分上 帮小女子一把吗 至于宝物 除了这几粒青火雷外 身上实在没有其他 什么可以拿出手的了 元姚一见此景 话语马上软了下来 又变得楚楚可怜起来 韩丽虽然还是似笑非笑的神情 可心里可有点诧异了 这位元姚 还真是能屈能伸 形象多变 现在软宇哀求的无力柔弱模样 和刚刚的妖艳狐媚的成熟风情 及一开始给她的冷艳 高傲印象 竟给她数种不同的感受 实在有点诡异 她来这位女修能在百余年内 从练七期修炼到了结单七 还真有点不寻常之处 这样想着 韩丽却做出了沉吟之色 元姚的一双明眸 有点紧张地盯着她 露出了期盼之色 半赏之后 她才双目一抬 似乎很勉强地说道 既然元姑娘都提到了 恐怕真显得冷血无情了 不过韩某的原则是 一向不做白宫 元道友若真想跟在下活着 走出熔岩路 就把那只提魂兽 让与在下如何 在下对此兽吸魂化鬼的能力 好奇得很 多了这么大的圈子后 韩丽终于说出了 最想从此女身上得到的东西 也是她一开始就盘算的心思 有了此一兽 她就可在和玄谷 这老鬼合作时 多了两分的底气 并且从长远看来 这提魂兽的潜力 也非同小可呀 你想要提魂 元瑶听清楚了 韩丽的话后 美目默然睁得大大的 仿佛有些不太相信 自己所听到的 怎么 难道不行 韩丽神色一沉 口气微了 我把提魂交给你 你就带我走出熔岩路 元瑶达菲所问的 盯着韩丽一字字地问道 神色有点古怪起来 不错 韩丽皱了一下眉 还是肯定地说道 她隐隐觉得 对方的反应 似乎有点不对劲 那好 就这样说定了 提魂受归你了 此女几乎在 韩丽肯定的同时 她就马上一摘 腰间的某个灵兽袋 就毫不迟疑地 递给了韩丽 竟一点犹豫之色都没有 这一幕让韩丽眨了眨眼睛 心里有点毛毛的 她怎么看 怎么觉得 对方竟有迫不及待地 将提魂兽送给她的意思 难道这提魂兽 还有什么扎手之处吗 想归想 韩丽略一思量后 还是神色不变地 将此物接到了手上 用神石略一扫饰 那提魂兽 正在里面香甜大睡 韩丽点了点头 将灵兽带往腰间一别 正要在说什么时 眼前的袁瑶却一张嘴 一颗灰黑色的珠子 就其口中吐出 落入了手掌之内 这是明魂珠 也是控制提魂兽之物 只要将此物 用炼化普通法宝的方式 将其炼化掉 这只提魂兽 就永远是你的了 我得到此兽的时间不长 还会将其真正炼化掉 现在你将我在上面的神石痕迹 强行抹掉就可以了 袁瑶笑隐隐地解释道 并将其递给了韩丽 韩丽看了看这明魂珠 目光微动 却没有伸手去接 此珠子他自然知道 在过鬼屋时 他曾经避着此女和子灵传声 询问过提魂兽相关的事情 明魂珠的事情就在其中 他后来就是看出 对方无法得心应手指挥提魂兽 才知此女并没有炼化 成功明魂珠 这才起了打这只异兽的心思 可现在对方像丢温神一样的 将此珠丢给自己 并眼中隐含窃喜之色 这让韩丽心中疑惑大起 倒也不心集结过此珠了 第465章 暗流汹涌 圆窑见此 目中秋波闪动 轻笑一声地说道 怎么 韩兄不想要此物了 还是怕我给你的明魂珠有假 他的话语里 隐含一丝积讽之意 韩丽没有马上回复对方 而是盯着那珠子细看了一会儿 才说道 是不是假的 仅凭上面的阴魂气息 韩某倒也辨识得出来 只是在下对提魂兽所知实在不多 不知炼化了此珠后 对自身有和害处吗 韩丽说这番话时 直盯着圆窑的美目不放 不妥 怎么会呢 若是真有什么问题 小女子又怎会亲自炼化此珠 不过在炼化过程中 会稍微有些不适 只要忍耐过去 也就无事了 圆窑神色如常 用轻描淡写的口气讲道 不是 韩丽皱了皱眉 凝望了此女一会儿后 又看了看珠子 知道对方所言 肯定有不实之处 但现在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沉吟一下后 她还是决定 先收下此珠 等以后再慢慢研究 若真有害处 顶多不炼化 此珠就是 毕竟只要有了此珠 同样可以指挥那体魂兽 想罢 她就把此珠小心地收入了储物袋中 走吧 在走出熔岩路的这一段时间内 我会尽量保全圆姑娘的性命 但丑话说到前面 若真碰上了 连韩某自己都无暇顾及的危险 圆道友还是自己逃生吧 韩丽收好冥魂珠后 冲着圆窑冷静地说道 然后用手指一点头上漂浮的寒冰珠 顿时阴寒之气大胜 一下将对方也罩在了旗内 这是自然的 若真碰到了这种事情 圆瑶自己也认了 不过小女子相信 凭着韩兄的那些金银色甲虫 这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不大 艳美女子 鼻子皱了皱后 拧嘴笑了起来 此刻的她 笑容如花 迷人之极 这般美景当前 韩丽也不客气地欣赏了几眼后 才一言不发地转身而走 圆瑶见此 微笑着连步轻移 走了几步后 和韩丽并肩而行 一副很亲密的样子 因为离韩丽身边越近 那寒冰珠散发的阴寒凉气 就越充足一些 她自然要让自己更舒服一些了 说起来 这次的冰火 倒是在有些诡异 怎么会出现黑色沙漠 还有这么厉害的飞翼群 竟不惧法宝的攻击 还能口吐黑火变化组合 若不是我身上 正好有一些青火雷 恐怕根本坚持不到 和韩兄见面了 可就这样 还被他们毁掉了 一件防御的古堡 圆瑶一边神色轻松地走着 一边杏纯微动地抱怨着 显然她并没有认出 铁火蚁的来历 黑沙漠以前没出现过 一听此女所言 韩丽心里一正 不禁沉声地问道 她也觉得 再次就出现铁火蚁这般厉害的灵虫 似乎有些不对劲 除了那些有特殊神通 和某些强力法宝的修饰外 就是杰丹后期的修饰 进入黑沙漠后 能否全身而退 都是两说的 没有 这黑沙漠 是第一次在熔岩路上出现 以前过此关的修饰 只是面对高温及各种危险的地形 顶多在遇见一些岩寿而已 从没出现过这种古怪的飞翼 若是知道 有这种厉害蚁群的存在 相信愿意闯熔岩路的修饰 肯定少之又少 或者大部分人在过鬼屋后 直接就会打到回府了 没修饰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 元瑶看来知道的真不少 毫不迟疑地回到 但玉蓉上同样流露出不解之色 这么说 冰火倒有点不正常了 韩丽眼中闪过一丝沉思之色 难难地说道 绝对不正常 肯定有人动了手脚 在玄京道的一片血红色冰柱林内 轻易居士倒背双手 望着天空 说着同样的话语 在它四周 无数寸许长的青芒 围绕其身体上下盘旋飞舞着 外面则是黑压压的 足有数百只银色的小兽 这些小兽酷似老鼠 不但皮毛荧光闪闪 并且头上 还都生有一根短小精致的银角 显得小巧玲珑 它们围着老者 不停地化为一道道荧光 像箭矢一样地 用银角不停撞击老者 竟发出了打雷一样的轰鸣声 看起来声势惊人之极 可那些青芒 在老者身前纹丝不动 任凭荧光万射 丝毫不乱 找死 如山老者 似乎被这些怪鼠的攻击声 给惹烦了 重新低下头后的他 脸上一寒的大袖往外一挥 顿时那些青芒爆裂了开来 耀眼的光滑 照亮了方圆树石杖的范围 让人无法睁眼注视 片刻后 青光暗淡了下来 地上躺满了银白色的小兽尸体 每一只上面 都插着密密麻麻的青色细针 闪着幽蓝的寒光 轻易居士神色不变 显然这种结果 早在他预料之中了 他冷冷地看了一眼地面 就伸出一只枯瘦的右手 往虚空处轻轻一招 地上的飞针 万流归宗般地 重新化为了青色刺芒 飞进他的身体之中 引入不见了 荧光鼠 在第二关 怎么会出现这种鬼东西 难道是 老者脸色阴沉地嘶亮了起来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哼 既然玄金道出现了荧光鼠 看来熔岩路同样和以前不会一样了 那信寒的小子 恐怕麻烦大了 轻易居士懊恼之急地冷哼一声 有些焦虑地自语道 随后 他哀声叹气的身形晃了几晃 人就从原地消失了 在四周高耸的血色冰柱中 只留下满地银色小兽尸体 显得有几分诡异 在大峡谷某处无光之地 有两个声音在黑暗中 不慌不忙地交谈着 这次动用铁火椅和荧光鼠 是不是有些太草绿了 以前 我们虽然也在历次探宝中动了些手脚 但还算隐秘 可这次黑沙漠和血冰灵的出现 有点太明目张胆了吧 除了少数没有经过这两处的人外 恐怕正魔两刀的大多数结单欺修士 都要葬身于此了 到时候面对万天明和蛮胡子等人 恐怕再也糊弄不过去了 一个有点担心的声音说道 糊弄 你真以为以前在虚天电动的手脚 正魔双方都不知道 他们早就心里有数了 只是以前我们星宫是大 故作不知罢了 他们也知 我们只能操纵虚天电的一些小禁止 构不成太大的威胁 只是每次探宝执行时 让正魔的结单欺修士 多挂掉几个而已 另一个阴寒的声音 不急不躁地回到 黑沙漠和血光灵 是我所能控制的最厉害的禁止 就这样动用了 还是觉得有些可惜 毕竟是我们上代星宫之主 费了好大功夫 才对于掌握的 开始的声音 悠悠地惋惜道 一点都不可惜 现在 外面谣言满天飞 两位圣主又到了闭关的关键时刻 根本联系不到 弄得乱星海人心惶惶 就是我们星宫自己的内宫弟子 都有些人心不稳了 宫中的事情 此时全仗我们几个老家伙在硬撑着 可正魔两道全唇唇欲动了起来 我们几人很难压得住局面 单独面对正魔任何一方 我等还不会惧怕 但就怕他们双方忽然连起手来 这就糟糕了 我们先采用强硬态度 强行削弱两道的实力 让他们心存疑虑 并摸不清我们的真实情况 毕竟星宫统治乱星海这么多年了 他们不可能不心存顾忌的 只要再拖一些时间过去 两位圣主就会闭关出来了 到时 即便他们联手 我们也大可无忧了 毕竟万法门的风婆子 和圣魔岛的六道 面对我们圣主的原词神光 也只有退避三尺的范儿 铁火椅和荧光鼠静置的动用 也是逼不得已的事情 除了这两个劲之外 其他的都无法对接单期修士 造成这么大的杀伤力 起不到应有的警告效果 也体现不出我们的强硬态度 至于顾虑对方会借此声势 你更是起人忧天了 看他们的双方的驾驶 十有八九 又是冲那须天顶而去的 死的又不是 他们自己的门人弟子 他们根本不会多此一举的 顶多在心里大声闷气罢了 阴寒这声音 冷笑着说出了一大堆话出来 听了这话 第一个声音轻叹一声 漠然不语了 似乎认可了对方的判断 第四百六十六章 炼金 这是我们上路后 遇到的第几群飞了 韩力望着地上的虫师 缓缓地问道 第七群了 虽然遇到的乙群较平凡的点 但总算没再碰上万只以上的大乙群 站在韩力身边的圆瑶 很乖巧地回道 现在 已是他二人一起上路的半日之后 听了此女的话语 韩力皱了皱眉 脸色有些阴沉 仿佛有什么心事似的 他想了想 伸手冲将地上虫师一扫而光的 试金虫群一招手 所有的飞虫化为了光灿灿的云霞 飞回到了浮在半空中的灵兽袋中 韩力将灵兽袋不慌不忙地收好了 怎么 道友的神色似乎有些不太高兴 我们已经走过最危险的沙漠中断了 后面应该安全多了才对 圆瑶望着韩力的脸色 眨了眨美目 有些不解地问道 安全 你真的这样认为 韩力望了圆瑶一眼 含着一丝冷笑地说道 难道 后面还有什么危险 圆瑶不经意的一皱眉 有些不太相信的反问道 后面还有什么危险 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 前面遇到的蚁群中 并没有以后级的存在 不是整座沙漠 就只有一只蚁后 就是我们的运气不错 几只含有蚁后的超级蚁群 至今还没有碰到 后面的路程还是小心点好 若是再走半日 还是没事 才真的安全了 韩力神色淡淡的 也许你多心了 这种飞翼如此的厉害 也许根本就没有蚁后 圆瑶脸色先是一白 但片刻后 就故作没事地强笑道 希望如此吧 韩力道没有在争什么 虽然他心里很清楚 铁活仪可是有以后级的存在 并且 以后虽然个体实力一般 但据说灵智却高的下人 碰上了肯定难缠之极 受到了先前这些话的影响 后面两个多时辰的赶路 二人没有再说什么话 但更蹊跷的事情出现了 后面的这段路程 竟然一只蚁群都没有在碰见 这下 就是圆瑶自己也意识到了 不对劲之处 脸庞上隐隐露出了一丝不安之色 不过 当二人在无意中翻上了 一座高高的沙丘 向前方一望时 两人惊呆了 这是 圆瑶一脸的惊骇之色 红唇动了几下 竟没有说出什么话出来 韩力的面容 虽然较从容一点 但金融同样不少 只见在这座沙丘前面的沙地之上 孤零零地出现了一座 高约二三十丈的巨大水晶柱 此晶柱阴寒之极 不但闪烁着淡淡的白光 在其内 还包裹着一个同样高大的黑色巨人 这巨人奇丑无比 怒目远征 更有一个光溜溜的大秃头 在水晶柱中一动不动 实在诡异无比 韩力凝望了片刻 目光立刻往附近的沙地上一扫 地面上坑坑洼洼 遍布或大或小的孔洞 仿佛经历过一场大战一样 韩力眼中一光闪动 重新将目光落到了巨人身上 只是这次看到巨人一只眼珠时 他不禁轻移了一声 韩道友发现了什么 袁瑶听到韩力的声音 终于回过神来 不由地问道 韩力微微一笑 没有回复此女的询问 反而半眯着眼睛地 将神石放了出去 在确定附近 真没有其他人潜伏着之后 他竟直接走下了沙丘 大步向水晶柱走去 哼 见韩力这般故作神秘的样子 袁瑶大声闷气地 露出几分不快之色 但只能跟了下去 毕竟一脱离韩力的寒冰珠范围 他可要消耗法力 自己来抵挡高温的 非议 当随着韩力走到了离水晶柱 只有十余丈距离的时候 袁瑶一张红唇 满脸惊恶地说道 以现在的距离 他终于看清楚了巨人的真面貌 竟是由无数的黑色 非议凝聚而成 离远一看 足以以假乱真 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不过这些铁火蚁 在水晶中纹丝不动 不知他们是生是死 韩力此时停下了脚步 望着眼前的水晶柱沉引起来 既然这非议已经死了 我们还是走吧 别在这里耽误时间了 袁瑶打量了几眼后 缓缓地说道 你怎么肯定 他们死了 说不定此时还活着呢 韩力有点疑惑了 活着 这怎么可能 袁瑶诧异地看了一眼韩力 有些难以置信地接着说道 万法门大名鼎鼎的古堡玄黄 难道你不知道 只要此宝罩住的生灵 马上就会魂飞魄散 并且周身浮现这种水晶棱柱 再过数日后 金柱内的身体也会化为了乌有 没听说过 韩力老实地回答道 让此女瞪大了一双美目 有些无语起来 照这么说 这些虫子 应该是拿万天明出手灭掉的 韩力围着巨大水金柱转了几圈后 若有所思地说道 不是他还是谁 你想打什么主意 这些水晶 除了到一定时间自己会化掉外 一般法宝 可是无法破坏它的 否则 玄黄镜就不会有这般大的名头 袁瑶瞥了韩力一眼 仿佛猜到了几分她的心思 轻笑着说道 韩力听了这话 却平静地望了她一眼 两手往腰间一摸 所有的灵兽袋被寄了出去 巨大的湿惊虫云 漠然出现在了半空中 去 韩力毫不客气地 用手指一点那水晶柱 顿时晶莹色的虫云 一下压了下来 瞬间爬满了水晶柱的顶端 密密麻麻 风雨不透 你还真想 打这些肺残骸的主意 你的虫子虽然厉害 可也不可能咬动这根 袁瑶的话只说了一半 声音戛然而止了 因为那白色金柱包裹的巨人 在他肉眼可视的情况下 飞快地从上到下地缩短 转眼间 巨人的头颅 就彻底消失不见了 袁瑶的小嘴张得老大 半天无法合上 在此女震惊的目光中 士金虫将如此大的一根金柱 连水晶袋里面的巨人 一起吞食得干净 只在地面上 留下了一颗鸡蛋大小的金球状物品 闪着神秘的黑光 韩丽一见此物 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几步走了过去 将其捞在了手上 此物叫炼金 是那铁火以后 每日进食矿石后 才会返土存在腹内的一种罕见的材料 虽然知道他的修饰寥寥无几 韩丽也是在一本非常古老的书上 看到的相关传闻 并不知道是真是假 当看到了作为巨人眼珠存在的铁火以后时 才默然想起此事 就心中一动的姑且一事 没想到 竟真得到了这么一块链金 这可是加强法宝的最佳辅助材料了 因为任何法宝之中 只要掺入一些这种材料 不但威力会增长不少 法宝本体的坚固程度 更会立刻升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 很难再被什么东西 轻易地斩断机会 也不知万天明根本不知道此物 还是一时疏忽忘了此事 竟然便宜了它 现在只要给他留出一些时间 把青竹风云剑重新系列一下后 想必这套法宝的威力 就更上一等了 袁瑶显然不知炼金是何物 但看韩力满脸的喜色 也知道这肯定是好东西 但他倒也识趣的 没问什么不该问的东西 两人二话不说的 直接上路了 这是一处简陋之极的石殿 面积有五六十丈之广 高约七八丈 除了当中的一座传送阵外 四面各有一个数丈高巨大的青石门 此时各门紧闭 将这里封闭成了一个大型囚室一样的存在 在石殿内 还摆有大量各式各样 无意相同的石桌 石凳 足有数十个之多 这些石凳上 正做着稀稀拉拉的五六名神色各异的修士 吉英祖师 如山老者 还有那万天明都赫然在座 其余的修士 则也都是杰丹后期的样子 竟没有一名稍弱点的修士 但此刻 他们人人脸色阴沉 没人有兴趣说些什么 石殿内充满了压抑至极的气息 吉英祖师更是阴霾的可怕 脸色完全铁青着 瞪着那中间的传送阵 眼中凶光闪动不已 第467章 这些人都是从冰火道最先出来的修士 黑沙漠和血冰灵 对吉英等原因期修士 自然造不成威胁 但对杰丹后期的修士来说 还是吃了不少的苦头 才能脱身 至于修为再弱些的修士 可就凶多吉少了 以至于到现在 还只有这几人而已 吉英和轻易居士 自然是在担心寒丽的小命 若是寒丽就这样泯灭在了熔岩路上 血域蜘蛛自然也无法倖免 他们几人可就白欢喜了一场 特别是那吉英祖师 因为牵扯到的利益最大 其心情糟糕的情况 比那轻易居士游胜三分 万天明虽然稍从容一些 但也一脸的寒意 低头凝望着一双宽大修长的手掌 一言不发 这三位元英七修士 自然知道冰火道的一变 肯定和还未出现的新宫长老大有关系 让三人同时恨得牙根痒痒之余 内心也大声忌惮 不知新宫此举适何用意 难道真要在这虚天殿内 就和他们正魔双方撕破了脸皮吗 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蛮胡子 天雾子 老农还有乌丑和玄谷等 都先后传送到了十殿内 这些人或一脸的晦气 或咬牙切齿 显然对这次的一变 都在心里破口大骂心弓之人 这时离冰火道关闭的时间 只有小半日了 剑含力果然还没有出现 吉英原本因为乌丑通过 稍缓和的神色又变得难看起来 乌丑之所以能通过冰火道 这可多亏他事先给予的 一件古堡防身 才得以无恙 他可不计希望 含力同样有此等级的宝物护身 想必那轻易和蛮胡子 同样懊悔不及吧 毕竟 以他二人的身份 也有几件威力不错的古堡 若是都借给了含力 想必自保肯定无忧的 想到这里 吉英不禁郁闷地 瞅了老者和蛮胡子两眼 如山老者正看着传送阵 面容殷勤不定着 似乎在思量什么 蛮胡子则仰手望着垫顶 下巴微动 再喃喃自语着什么 显然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看到这里 吉英越发窝火了 但心里略一冷静后 他也只好面对现实的思量 没有了血域之珠 下一步该如何走呢 玄谷这石盘 坐在一张石桌上 双目半壁 似乎进入了炼气之中 没有看到含力的身影 对他来说 既有点意外 也有些在情理之中 毕竟在他心目中 含力的真正实力 顶多就和杰丹后期的修饰差不多 能否通过产生了一变的冰火道 实在只是五五之数而已 不过没有了含力的出手相助 他一人对付那吉英的话 恐怕药力有不及了 是否还在这虚天殿内出手 玄谷自己也有些动摇了 也许另寻合适的时机 准备再充分一点 得手的机会反而更大上一些 有些无奈的玄谷 不禁在心里 将那两位新宫长老 再次痛骂了一顿 至于万天明等正道修饰 也同样的一肚子苦水 他们一些借助结单期 修饰力量的原定计划 不得不做更改了 就在石殿内 众人心虚万千 各怀鬼胎之际 新宫的那两位白衣长老 竟然在此时出现在了传颂阵中 顿时各种神情不善的目光 同时盯在了二人身上 可 不知是哪位莽撞的道友 竟然在过冰火道时 触动了一些厉害的静止 让峡谷内产生了大便 我二人特意寻觅了一下 可惜没有发现解除的方法 这次恐怕让我们修仙界 损失不少的同道吧 我二人有愧此次的职责 此次虚天殿之后 一定回去向两位圣主请罪 并面臂百余年 以赎失责之过 那位慈眉善目的白衣长老 无视众人的阴寒目光 往四周打量了一遍后 就哀声叹气地说道 仿佛真痛心疾首的样子 听了这话 正魔两刀的诸人 心里顿时大骂此人不要脸 几句轻飘飘的话语 就想将事情推得一干二净 好像真不关新宫的事情一样 不过 下面的事情 也就像这二位预料的一样 虽然店内人人冷眼注视二人 但还真没有哪一位主动上前置问他们 蛮胡子 万天明等元英七老怪 狠狠地瞪了他们几眼后 就收回了目光 人各行其事了 看来星宫的名头 还是无人敢轻易碰触的 这两位白衣长老互忘了一眼后 相识一笑地找了个角落坐下 闭目养神起来 就在众人觉得有些不甘心 可又无人愿意做出头鸟之时 传送阵那里白光闪动 再次出现了两个身影 正是韩丽和袁瑶 这位大美女 不过 袁瑶这时又恢复了黑袍罩身 男女不变的模样 似乎对石殿中的某些人心存忌惮 韩丽 基因祖师在韩丽的身形刚一出现的同时 顿时双目一亮喊了一声 接着满面笑容地冲韩丽一招手 让她马上过去 蛮胡子和轻易居士 同样面露惊喜之色 互忘了一眼后 两人也毫不客气地 往基因祖师那边凑了过去 韩丽暗叹了一口气 转脸对那袁瑶说了几句什么话 然后强大精神地向基因祖师走去 好在知道这些魔道老怪在取宝前 对不会她怎样 因此 心里倒还冷静得很 并且在京道大殿的同时 韩丽一眼瞥到了玄谷 心里就更加镇定了 基因祖师将韩丽叫了过去 自然是一顿寒暄温暖 标准的瓷尸模样 并略微询问了一下 过容颜禄式的情形 韩丽自然不会细说 只是含糊地说了几句 就糊弄了过去 她很清楚 对方不可能真想问此事 果然基因祖师没有再追问下去 反而称赞了她几句 一旁的如山老者 则面带微笑地看着韩丽 并不时地也插上几句 似乎对韩丽同样关心之极的样子 蛮胡子自持身份 只是在一旁冷眼相看 没有主动论过一句 但是在韩丽将那寒冰珠要还给她之时 她却非常大方地把手一挥 表示就此赠予了韩丽 看来闯过了冰火道 离内殿更进一步的韩丽 越发受这几位老怪重视了 不过一旁的乌丑对她也越发地敌视了 偶尔瞅向她的目光充满了阴寒之意 基因祖师仿佛也发现了这一点 忽然瞪了乌丑几眼 接着传声几句什么 乌丑顿时将头低下 在抬起头时 神色竟已回复了正常 韩丽一边应付着基因等老怪 一边在想 是不是应该联系下玄谷 看对方到底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没有 难道完全是见机行事 当韩丽一心二用之际 最后一点时间也过去了 当时间一到 石殿中间的传颂阵默然消失了踪影 此处的修士就只有十几人了 可就在传颂阵消失的同时 四面墙壁上的石门 在一阵轰鸣声中自动升了起来 露出一条条深邃的青石通道 不知通往何处 这四条通道中 有三条分别通向了一座阁楼 每座阁楼内的东西都不一样 分别是古堡 丹药 功法等上古修士遗留的东西 但每一样都有静置封印者 任何人都只有一次 拿取一样东西的机会 一经到手 人就会立刻传送到下一关极妙幻境去 至于最后一条通道 则是直接通往下一关之路 谁走进去了 只能自认运气不好 白到此一趟了 这里静置有点奇特 通道通向的处所 并非固定不变的 人只要进去一条后 就无法按原路退出了 若是不想闯极妙幻境的道友 只要不动去这些阁楼取宝的心思 留在这十殿那一段十日后 就可自动传出虚天殿了 希望诸位道友 好自为之吧 那慈眉善目的白衣长老一见通道出现了 没有站起身来 就这样盘坐着 缓缓地解说一番 可是这次其他人听了 只是冷眼望了他一眼 就没人再理会了 此位新宫长老见此 神色如常的根本没有在意 微微一笑地又闭上了双目 第468章 宝光阁 既然到此的修饰 显然没人愿意白冒此风险 而空手而归 因此 这位的话没说多久 当即就有人一言不发地 大步向其中一条青石通道而去 片刻后 此人的身影 就无声息地消失在了通道中 有人带头 其他人也纷纷动身了 在目睹了万天明几人 各选一条地走进了通道后 吉英等魔道老怪 却冷眼相视地 没有急着走进去 并且吉英组是冷瞅了一眼 两名还盘坐不动的白衣长老 瞅瞅了一下 忽然从身上拽下了一根 晶莹发亮的手链 链子上穿着四颗拇指大小的 椭圆珠子 散发着淡淡的清光 这是婆罗珠 具有定神安魂的奇效 有这四颗珠子在身 极妙幻境的危险 就是突然大上数倍 也应能保你神志清醒 说完此话 吉英祖师郑重地将这条手链 交予了韩丽 韩丽心中一喜 没有推辞地接了过来 口中连声称谢 这婆罗珠的名声 他可早就听人说起过 据说 只要带了这么一颗在身 在修炼时 就可大大减少心魔的干扰 是珍惜之极的宝物 吉英祖师 竟奢侈的一下 用四颗串成了手链而用 并为了确保他能够通过最后一关 就这么给了自己 这真是让韩丽太意外了 看吉英祖师不舍得肉痛模样 估计过关后 即使不好意思马上要回 但在他取宝没有利用价值后 肯定会被其收回去的 不过现在虚天殿中 人人各怀鬼胎 即使吉英祖师 这位元英七修士 也有玄虎在偷偷算计着 这位名义上的师父 能否活着走出虚天殿 韩丽怀疑至极 韩丽将这链子 当着吉英的面 戴在了手腕之上 并重新细看了一下 这些婆罗珠 似木非木 似金非金 还有一种檀香似的的香味 从上面悠悠传来 让人闻了头脑一凉 精神大震 果然不同凡响 按理说 有这几颗婆罗珠应该足矣 但为了保险起见 韩小友将此物也戴在身上吧 这是我修炼的清明珍福宝 但论威力 绝对比普通的法宝强上数倍 你戴在身上用来防身吧 如山老者 这时掏出了一张青色的福禄 面带笑意地递给了韩力 清明珍福宝 一听这话 韩力先是一正 但随即兴奋了起来 这可是原因期修饰的福宝啊 不是那些垃圾福宝 可以相提并论的 青竹风云剑的辟邪神雷虽然厉害 但毕竟不能肆无忌惮地使用 有了此物的话 他的安全自然就多了几分保障 韩力没有客气地 同样收了起来 并恭敬地道了几声谢谢 这时 蛮胡子二话没说 直接扔过来了一件有黑的内甲 上面镶满了一些银白色的鳞片 显得沉甸甸的 还是蛮凶出手大方 竟将这件一宝黄铃夹给小徒保命 在下先带小徒多谢了 即因一件此意有些动容 一丝贪婪之色 一闪而过地急忙说道 这件宝甲百余年前 还能对我有点作用 但是现在我的脱天魔宫早已大成 此物就暂记这小子保命用吧 希望到时不要让我失望 否则 嘿嘿 蛮胡子冷冷地望了韩力一眼 面带猙獰之色地说道 韩力文言不经神色微变 即因一听 瓷甲只是暂戒的 脸上闪过一丝失望之色 但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并微笑着说道 好 小徒有这几样宝物护身 想必遭遇什么样的意外 都可以安然脱身 我等去取宝吧 这通道的开启 可是有时间限制的 听了这话 蛮胡子和老者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却没有动身的意思 而是大有深意地 先看了韩力一眼 韩力一正 但随后苦笑了一下 看来这几人 还是怕他临阵退缩 非得目视 他先走进去才行 于是韩力面带着淡淡的微笑 随意找了一条通道走了进去 即因和老者等人 这才相识一笑地 另选其他三条 步入了进去 你不觉得魔道等人的举动 有些奇怪吗 当十殿之内 只剩下两位白衣老者时 那位面无表情 闭目的冷脸老者 缓缓地说道 他的声音有点阴寒 虽然这些老怪 使用了手段 干扰了我等的探听 但从神情上 看对那位结单初期的小子 的确很重视的样子 并且还给了好几件东西护身 慈眉善目的白衣 长老皱了下眉 赞同地说道 两人一人一句后 又默然了下来 你怎么看 冷脸长老 有些凝重地又问道 能让魔道老乖 都如此重视的样子 自然只有利益了 而此处能让他们动心的 也只有内殿的虚天顶 那结单小子 可能对他们取宝大有帮助吧 另一位有点迟疑地回道 韩力若是在此听了这些话 只能无语而已 这两位真是老狐狸 只是寥寥数语的分析 竟就将事情的真相 猜得七七八八了 到时他不佩服 恐怕都不行 取须天顶 他们这些人 还真能白日做梦 除了那几种 因在乱星 还早已灭绝的灵兽外 这根本就是妄想之事 否则上几代的圣主 早将此路收走了 还轮得到他们 一声不懈的声音响起 这是可不好说 说不定这些人 还真弄到了什么蛮荒一种 只要有心人 肯花大把的时间和心血 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 毕竟上次也发生过 有修士 差点将须天顶取出的事情 虽然最后只勉强 将盖子给打开了一点 取了一粒补天丹 就被人暗算逃之夭夭了 这次万天明的金丝残 我觉得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既然这样 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偷偷跟去吧 没有取出来最好 若是真的 将此宝弄出来了 我们自然不能再让补天丹 落入他人手上 也只有如此了 韩丽可不知道 他已引起了 新宫的两位执法长老的注意 此刻的他 正惊讶地沿着一条 盘旋而生的青石台阶 一步步地往高处走着 脸上满是诧异之色 进入了随意选择的通道不久 他面前就出现了 一个个连绵不绝的青石楼梯 走了足足有一顿饭的功夫后 仍然没有到尽头的迹象 韩丽好齐心大起 难道这阁楼 竟修建在如此高的地方 抱着心中的疑惑 韩丽倒静下心来 沿着台阶 不慌不忙地一点点攀升着 在往上走了约百余战后 韩丽终于看到了一抹亮光 顿时精神一阵地加快了脚步 果然在转过一个拐角后 一个普通的方形出口 就在眼前 顺着出口 向外隐隐地望去 外间的情景 让韩丽神色一动 急忙大步走了过去 暗黄色的天空 灰蒙蒙的雾气 没有蓝天和红日 一切都是阴晦不明的颜色 这竟是一个深不可测 圆柱形的巨大空间 猛一看 似乎非常狭窄 四周是浓浓的迷雾 无法透视分毫 方圆近千丈的不大面积 让韩丽将此处一览无遗 他竟然就站在雾壁上 开出的一个窗口一样地方 在前面有一道 长约数十丈的白玉长桥 就这样凭空扶在高空中 此桥精致异常 雕龙画缝 一头连接着方形出口 另一头则通向一座 空间正中处漂浮的四角楼阁 此楼阁高有三十余帐 分为两层 通体使用美玉雕气而成 在虚空中闪闪发光 犹如琼台仙宫一般 而在楼阁的入口上方 挂着一块金色的杖许大牌匾 上面书写着三个不小的古文字 宝光阁 韩丽没有急着踏上长桥 而时仔细端向了一下楼阁 此楼阁虽然不大 但其内散发的惊人灵气波动 深不可测 并有一层淡淡的白色荧光 将楼阁照在了其内 看来此处被布下了 极厉害的静置阵法 韩丽终于动了 她缓缓地踏上了玉桥 一步步地向那宝光阁走去 走到了玉桥中心处时 韩丽不禁歪了一下头颅 向玉桥的下方瞥了那么一眼 如同万丈深渊 根本看不到底部 只能隐隐地看到一些模糊的黑色 让人忘了心寒无比 第469章 取宝 韩丽肃然胆大 这一望之下 仍觉得心神晃动 大有头晕目眩之感 强忍着心中的不适 凝望了片刻后 她还是一无所获地收回了目光 可如此深邃的程度 是无法探知到的 然后韩丽不再迟疑地 直接向那阁楼走去 离阁楼近了些后 才显出她的高大雄伟 最起码是普通楼阁的三四倍之大 而楼阁的入口 则是一个半圆形的拱门 两丈来高 并有一层黄色光幕封住了拱门 韩丽到了门前时 打亮了一下光幕 略意歪头想了想 手上清光一闪 一道持续长的剑光 出现在了手上 韩丽用手指轻轻一点 那青色剑光 轻轻往光幕上一戳 不闻荡漾 剑光轻易地插入了进去 丝毫阻碍都没有 这个情形 让韩丽有点意外 但随即将青色剑光一收 将手臂同样地伸了进去 有点凉凉的 好似被一团液体包裹着的一样 韩丽不再迟疑地身形往前一窜 人穿过光幕消失了 但通过拱门后 站在阁楼里面的韩丽正住了 眼前竟出现了 一排排丈许高的圆形浴台 这些浴台大小不一 由白色晶莹的美玉制成 密密麻麻分布在韩丽面前 石台上有光滑在闪动 颜色各异的半圆形光照 倒扣在台面之上 里面似乎都有东西存在的样子 韩丽目光微微一缩 露出一丝兴奋之色 当她一看到保光阁三的字时 便已猜到 自己很可能撞了大运 这个楼阁 实有八九藏有的是古堡 不过现在 此楼阁空空无人 看来先前走这条通道地人 要么早已选好了古堡 而被挪移了出去 要么就是到了二层 想到这里 韩丽细望了这些浴台 果然发现 有个别浴台上 并没有那半圆形的光照 而是空空如也的样子 至于 尔语通往第二层的楼梯 韩丽心里纳闷了起来 四处扫了一遍后 竟没有发现 好奇心大起的她 重新寻觅了数遍后 目光落在了一个 较为特殊点的浴台上 这个浴台在一层楼阁的后面 孤零零的单处一处 极为扁平 四周雕刻着 深奥晦色的符纹记号 韩丽的眼神 只在上面转了几圈后 就凭借自己的阵法之学 判断出 这是一个外形奇特的 简易传送阵 伸望了两眼后 她就收回了目光 沿着一排排的浴台 慢慢走了过去 浏览起浴台上的古堡起来 随着一件件地看下去 韩丽的双眉却皱了起来 这些古堡 未免太刺了点吧 只看了数十个浴台后 韩丽就完全失去了兴趣 双臂抱歼地站在原地喃喃起来 这些东西真不负古堡之名 每一件不是长歌 就是长脊之类的上古饰样 虽然闪着颜色各异的宝器 但韩丽清楚 这些东西在蛮荒时候 也就和现在修饰使用的飞剑 飞刀之类的法宝 是差不多的存在 一般不会有太惊人的神通 当然也不能说他们 真的没有用处 只是在拥有了 青竹风云剑这样的法宝后 这等层次的韩丽 自然无法看入眼内 她更希望得到的是花篮那样 有特殊神通的古堡 虽然这样想着 但怕自己有什么遗漏 韩丽还是强打精神地 将所有玉台都查看了一遍 结果 韩丽叹了一口气 不再犹豫地 走向了那个传送镇 她相信 二楼应该有一些不同才是 在传送镇上 安装上几块零石后 韩丽在一阵白光中 到了新的出所 这就是宝光阁的二层 韩丽微眯起了双目盯着前方 双唇紧闭了起来 此处空间不大 除了身前不远处的 一个球形巨大光照外 四周空荡荡的 什么东西都没有 而这个高约十几帐的光照 散发着蔚蓝柔和的光芒 离地帐许高的 在二层中心处极为夺目 其内有数十件 造型各异的古堡 在里面静静漂浮着 有书卷 玉牌 圆波 黑帆等韩丽知道的 还有未认出的东西 竟没有一样重复的 看到这里 韩丽心中大喜 知道自己来对了地方 不过这些东西 就这样明目张胆地放在这里 若是好收取地话 早就被先前来的修士瓜分光了 哪环轮地倒打 这样想吧 韩丽倒背双手地 慢慢向球形光照走去 随后围着他转了三四圈 才停下了脚步 一张嘴 一把寸许长的青色小剑 从韩丽口中喷尸而出 在头顶盘旋了几圈后 就在韩丽的神念一动之下 呼化为了一道轻芒 静止地扎向了光照底部 砰的一声轻响 光照被小剑所扎之处 一抹明亮的蓝光闪动 轻芒竟然直接反弹了回来 没能奏效半分 看到这一幕 韩丽不怒反省 越是这样 越说明球形光照内的古堡 珍贵之极 韩丽面带兴奋之色的再次张口 一连窜喷出了九口小剑 这些小剑在韩丽头上一阵长鸣后 合成了一把清光的巨剑 斩韩丽口中一声低吼 巨剑一招立劈华山 毫不客气地对着光照 就是一剑 轰的一声 巨剑照臂接触的瞬间 一下破开了一条树池长的缝隙 韩丽露出一丝喜色 但是未等下面在采取什么行动时 漠然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里面传来 巨剑蹭的一声 硬被反弹了出去 而那道缝隙蓝光一闪后 就回复如初了 韩丽先是诧异了一下 接着脸色阴沉了下来 摸了摸下巴 重新凝望了球形光照两眼 没多久 韩丽脸色一缓 微微地笑了起来 她冲巨剑一点指 让其在一声清明声中拆解了开来 重新化为九柄小剑 飞射回了身体 随后毫不迟疑地伸手往腰间一摸 一只装满了试金虫的灵兽袋 被她系了出去 嗡名声大起 一股金银色宠物从袋中蜂拥而出 韩丽口中一声低笑 虫群立刻一拥而上地冲了上去 瞬间爬满了球形光照的底部 片刻之后 这一片照壁在韩丽面前 被群虫硬生生地啃出了一个三四尺的圆孔来 光照蓝光大起 圆孔竟在一阵扭曲中迅速收缩了起来 回复速度比试金虫的吞噬有胜三分 韩丽一见不敢怠慢 当即化身一道细长的清光 从那还未合拢的圆孔中 飞顿进了旗内罩壁 也在此时重新弥合到了一起 清光一脸后 韩丽的身形出现了光照美 望着身边不远处 透露出上古气息的数十种古堡 她同样轻轻漂浮着 脸上现出一丝兴奋 不过韩丽也不敢在此久呆 急忙想将神识放出 探测一下这些古堡的灵气大小 但马上脸线一丝苦涩 神识在此间竟然无法离体分毫 如此一来 她只能仅凭直觉和经验 来挑选一件了 无奈地这样想过后 韩丽只能睁大双眼地 一件件细瞅过去 怪人 不行 一看就是攻击性的古堡 她并不稀罕 令牌 不要 看其上面附着的一只怪兽形象 应该和她以前得到的画轴一样 驱使一些灵兽惊魂用的 小谷 这是干什么的 她根本看不出丝毫用途出来 还是算了吧 心里嘀咕着 将一件件的古堡排除掉 最终 韩丽签订了三样物品 一件是面金黄色的椭圆形镜子 一个是五个连在一块的五色铜环 最后一个则是件暗红色的宽大披风 之所以选中了这三件 韩丽当然有自己的心思 金黄色的镜子不用说了 在修仙界中 只要是镜子类的法宝 几乎无意不是神通奇特 威力强大的宝物 韩丽当然不想错过 五个穿在一起的五色铜环 里面恐怕同时包含了五行的属性 虽然不知道神通是什么 威力肯定不会晓得 至于最后一件披风 第470章 诡异黑甲 韩丽的目光 在这件披风上停留得最久 一来这披风造型奇特之极 竟有两层构成 里面是银色丝线编织而成 外面则是一根根奇异的 不知名羽毛飞贴上面 这些羽毛在光照中 变换出暗红的血光 显得诡异之极 二来披风类的法宝韩丽 可是第一次见到 对其的功用自然好奇之极 不过据她的猜测 此古堡可能拥有防御 或隐秘气息的奇效 这两样 都是韩丽在强敌如临的内殿中保命 急需的神通啊 望着这三件古堡 韩丽脸上显出愁躇之色 只能取走其中一件 就会被阁楼的禁止传送出去 她必须做出选择才行 按理说 取那金黄色镜子最为保险 韩丽几乎肯定 她的威能绝对小不了 取了她会让她的实力立刻大涨 要那古怪的五色铜环 则可能会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 她那成套的特性和五色的光滑 都令此古堡显得神秘之极 至于那披风则拿了后大有希望 马上派上了用场 说不定在危机时 还能救她一条小命呢 韩丽的目光 在这三样东西上 来回转动得不停 即使她平时再不喜性于色 面对这些唾手可得的重宝 一时也有些惆怅和患得患失起来 好大一会儿后 韩丽深吸了一口气 神色冷静了下来 这次她只沉映了一会儿后 目中金光一闪 一个异响天开的注意 出现在了脑中 这个念头的意外出现 让韩丽心里砰砰直跳起来 据她对阵法和静止的了解 将人硬生生 从一个空间挪移出去的高级静止 除非找到了静止的总书 或者直接用蛮力强行破除 被静止笼罩的整个空间外 几乎没有任何取巧对抗的方法 一碰触射定好的静止 人就不由自主地被传送出去 这两个方法对韩丽来说 自然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找此空间的静止总书 没有宗师级别的镇法大师 在此钻研寻觅各数年之久 想到不要想此事情 用蛮力强破除 那更是除非韩丽脑壳坏了 才会去干的事情 这么多原因 其老怪都没有一个成功的 他这个才结单不久的修饰 更是妄想了 不过在他得到的破证心得中 欣如荫这位镇法之道的天才 却在一本典籍中 针对空间方面的静止 专门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异想 可以暂时让空间静置 无法对人生效片刻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间 但这点时间 足以让韩丽多抓那么一件古堡了 可是 要做到这一步 就要求修饰 必须有办法 将自身灵力 彻底和空间的一切能量沟通 暂时斩断掉 不能有一丝的联系 这个假设在典籍中写出来后 星如荫自己都在后面自嘲地写道 即使是原因期的修饰 恐怕都没有这般神通 这只是一时的异想天开而已 真有这种大神通的修饰 完全可靠自身的实力 来强行破除静置了 又何必这般的麻烦 毕竟这一届的修饰 顶多脸气隐匿之术 足够高明 让人无法发觉而已 怎可能真断绝和天地灵气的联系 可当韩丽在洞府读到这一段时 却马上联想到 弑金虫吞食天地能量的变态能力 并一时兴起 做了一个小试验 结果动用了弑金虫的它 竟真的成功了 那短短片刻时间 这件事 韩丽只是当作一时的玩笑之举而已 后来也没有在意 但现在 一回想起此事来 韩丽心里不由地火热起来 韩丽凝神地思量了片刻后 觉得此事真的大有成功的希望 就是不成 他顶多只取一件古堡罢了 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这样想罢后 韩丽不再犹豫了 当即两手一挥 身上的灵兽袋全部系了出去 数万弑金虫 在嗡鸣声中飞了出来 化为了庞大的虫云 围着韩丽四周盘旋了起来 韩丽没有理会这些弑金虫 而是重新望了下 那三样古堡间的距离和方位 在心里衡量了一下后 人就轻飘飘地 先往那边暗红色披风飞了过去 虫云则一步步离地紧跟了过去 在离那披风障许远距离时 韩丽就感到了 周围灵气起了点变化 急忙将身形停了下来 脸上露出凝重之色 忽然韩丽两手一掐法绝 口中一阵清明声传出 原本围着韩丽的弑金虫 顿时一阵骚动 但马上见识一般地直冲向了韩丽 转眼间就爬满了她的全身 并密密麻麻地围了一层又一层 将它彻底染成了金银色 可虫队中的韩丽 口中的鸣声并没有丝毫停下 反而越发地尖利起来 没多久 她身上的飞虫 竟也发出了相同的低鸣声 渐渐附和起了韩丽的声音 虫鸣声越来越大 试金虫都张开了嘴巴 不停地一吐一吸着 显得整齐而诡异之极 这时韩丽反而停下了口中的声音 默不作声起来 接着 一幕让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出现了 爬满了飞虫的韩丽身上 随着虫鸣声的一高一低 渐渐浮现出了一个个黑色光点 这些光点一闪闪地忽大忽小 越来越大 结果几个光点一接触后 自动融合为了一个较大的黑斑 而一些较大的黑斑 碰触到了一块后 又化为了一个个更大的黑光团 韩丽身上的黑团 就如同盛开的末局一样 一会儿的功夫 就遍布了全身每一寸地方 并慢慢地盛开绽放 最终这些黑色 在不断融合扩大之后 组成了一件乌黑深邃的光秃秃盔甲 将韩丽连同那些弑金虫 一起包在了其内 风雨不透 虫鸣之声在盔甲出现的同时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盔甲上 除了漆黑如墨的颜色外 再也看不到其他的色彩 根本无法透视分毫 而就在此瞬间 韩丽行动了 一只乌黑发光的诡异手掌 快似闪电的一把 抓住了不远处的披风 并同时笨拙地一转身 向那套五色铜环慢慢飘去 在披风被韩丽抓走的同时 韩丽的周边蓝光大盛 无数的华光向韩丽席卷而来 可一接触那诡异的黑色盔甲后 马上就被那黑光吸纳得无影无踪 但蓝光没有因此退却 反而气势汹汹的越举越多 并拼命向黑甲狂压上 这诡异的盔甲顿时摇摇欲坠起来 开始颤抖个不停 韩丽心急如焚 但动作却偏偏小心轻柔无比 生怕惊动什么似的 短短五六丈的距离 韩丽却又犹如走了一个时辰般的艰难 最终慢慢挪到了同环古堡的跟前 韩丽勉强按住心中的狂喜 同样乌黑发亮的手掌猛抓了过去 五根手指一下牢牢地捏住了此物 几乎在同环刚到手的同时 韩丽周身的黑甲 似乎看不住蓝光的猛压 在一声刺耳的破碎声中 盔甲先是四分五裂 接着化为了斑斑点点 溃散的一干二净 没等韩丽再有什么反应 蓝光毫不客气地一下 将它卷入了旗内 一阵天旋地撞后 人就从这球形光照内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阵耀眼的蓝光后 韩丽出现在了一间不大的石室内 微微摇晃了几下后 她勉强稳住了身形 站直了身子 马上警惕异常地向四周看了一眼 随即心里一松 还好四周一人没有 否则她这副让虫子 爬满了身子的形象 实在太诡异了 这样想吧 韩丽一声口哨声发出 所有的弑金虫 从身上腾空飞起 在了其头顶之上 化为金银色光霞而不落下 韩丽可顾不得它们 而是急忙往手上的 两件东西望去 虽然先前已看过了鼠遍 但现在将它们抓在了手上后 韩丽心里仍是 按捺不住的振奋之情 随后用手指 分别在两件古堡抚摸了一下 披风轻飘飘的 微微有些发热 而五个铜环 则冰凉无比 犹如寒冰相仿 韩丽见赏和把玩了一会儿后 注意起这件石势来 此处空荡荡的 除了被传送来的那个法阵外 就只有正前方的一条方形通道 别无其他异常之处 显得清冷无比